說真的真的沒有正式的求婚 就是我也沒有什麼鑽戒什麼東西 我比較無聊啦 我還在準備鑽戒中 真的啊 是說開口哪一間啊 我就從抽屜拿了一張戶口名簿 對 我就說希望這個空格 你願不願意全滿它 有在床上嗎 在床上 睡覺前 睡覺前 半季都還沒準備 直接拿戶口名簿求婚 只能說書瑋也是個 缺乏浪漫的大直男啦 二日下午 張書瑋與大雅等人出席 藝人羽球大賽 聯訪時張書瑋被問到 最後為什麼決定 將謝金穎取回家 他這麼說 關鍵就是其實我們交往過 就基本上是同聚在一起 然後我覺得各方面 我們兩個都很契合 然後我們都準備好了這樣 雙方家的女校什麼 你怎麼會買一張貼最契合 因為金穎其實很包容我 我的性子有時候比較急 我的另一半能夠這樣包容我 我覺得很不容易 對 當然還有其他方面啦 有些就不好說 對 我姿勢很乾喔 對 張書瑋也分享他奇妙的 床上求婚過程 那說真的 真的沒有正式的求婚 就是我也沒有什麼 賺戒什麼東西 因為我比較 我比較無聊啦 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就 我覺得我們兩個都準備好了 那我也是應該要開口這樣 我不是那一種希望大家來幫我 那種喜歡嫁給他 對 我就 所以私下兩個人 對 在家裡 然後什麼都沒準備 我還在準備賺戒鐘 現在還是說開口那一天啊 我從抽屜拿了一張護口蘋果 蛤 很貴耶 對 我說希望這個空格 你願不願意填滿它 在床上 在床上 睡覺前 睡覺前 在床上 躺著拿出來看 你不可能啊 你一定要下去 然後 你一直看戲啊 你不要一直躺在床上 然後他用什麼行動回應你呢 對啊 好啦好啦就這樣 就這樣 蛤 很感動嗎 沒有耶 我們沒有什麼特別 直接提一吻 提一吻的畫面 還是下一吻 就直接跳到下一階段就對了 對 你覺得這種時候會接下來會 你覺得後面很多空格 有小孩子空格就準備賣部分嗎 沒有 我自己已經先把它填好了 給他看了 我看一下 兩人關係升級 稱呼有沒有因此隨之升級 張淑偉他這麼說 其實沒有耶 一直都是這樣 其實在求婚前 我們相處就很像是 很夫妻耶 沒有因為拿了護口名譜之後 然後就變了什麼不一樣 沒有沒有 那個誰 以前他們是叫什麼 反正就是一個很親密的稱呼 對 對 我們就一直都是叫 媽咪媽咪啊 因為我們有養個男子 一直都這樣 問到婚禮何時進行 張淑偉表示 今年確定來不及 出席羽球大賽 主要是為了和前輩們取經 婚禮就是等登記完之後 然後 再計畫 對 因為還沒有想到怎麼 大概而已啦 但還沒有想到要怎麼忙 一定是明年 那來不及 對啊 如果你要行前作業什麼的 然後今天 我今天其實不是來比賽的 我今天是來請藝人 在場有這麼多成功的 有的夥伴夫妻 等一下可以一個一個問 先問謝本達